豆苗超烫30秒就可以捞出来了 煮开后放盐和胡椒粉调味 再来几个枸杞 淋在烫好的豆苗上就可以了 无聊知道白酌生菜寓意生产 这是生菜翠绿不变色的关键 烫30秒捞出 焦黄翻过来 然后放姜蒜丽炒出香味 第二第三杯米酒 少许老抽上色 下半只适量的压工 把表皮煎至焦黄翻过来 碗中放250克水晶饺子粉 用开水和面 搅拌成软硬适中的粉团 然后咸水饺是广东非常有名的一道茶点 外酥15克橙面 用100克开水汤面 搅匀放凉备用 这种软硬适中的粉团 馅料包成大饺子的样子 三层倒入排骨中 放一勺生粉 抓匀腌制半小时 小火边炸边搅动 首先把肥肉切成小颗粒 小火半煎半炸 炸至金黄酥脆就可以捞出来了 这样做到虾枣 小火慢炸至金黄酥脆捞出 搅拌均匀 再放一勺食用油锁住水分